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化险为夷 后以一己之身弘法立生 劝人向善的故事 清朝有一位无远生居士 自长岛 晖州设县人 年轻时在苏杭一带做买卖 有一天 吴居士在虎丘偶遇一位僧人 僧人直盯着他观察了好一会儿 说 你善根深厚 可惜二十九岁那年会有溺水之灾 这可怎么办呢 听了僧人的话 吴居士感到非常害怕 于是请僧人指点化解的对策 僧人深思良久 然后才对他说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你要戒杀放生 每天都要虔诚称念佛号和大悲众 这样坚持下去 或许就可以避免灾祸了 吴居士听了之后 身以为然 他依照僧人的指点 在往后的日子里坚持念佛 遇到熟人 还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同时劝他们也念佛 二十九岁那年 吴居士返乡经过杭州 在江干登船 与他一道乘船的 共有十七人 船行驶了几十里之后 突然遇到了大潮 惊涛骇浪的潮水 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 情况非常凶险 吴居士忽然想起 僧人之前所说的话 急忙双手合掌念诵佛号 不久船就沉没了 吴居士也坠入水中 昏沉中 他隐隐约约 听见有一个声音说 吴远声劝人念佛有功德 可以免除这一难 当吴居士醒来时 睁开眼向周围看 发现自己已经在岸上 原来一名渔夫打鱼时 发现了他 将他救上岸 于是他赶忙从头到脚 把自己打量一番 发现鞋帽等物 全都被水冲走了 只剩下平日念佛用的一串佛珠 还牢牢地握在手中 他又向渔夫打听同传 其他人的情况 结果除他一人之外 那十六人全都被水冲散 不知去向 自此 吴居士更加相信 念佛的功德极大 佛菩萨的愿力加持 真会产生不可思议之事 于是他决定不回家了 就在吴山开设了一间 向命馆 专门为人看向算命 想借此与人谈论 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 他自己 他自己则更加努力修行 精进念佛 还在手臂上燃香 做求生西方四字 来表明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深切心愿 当时的杭州人 普遍承喜云期廉池大师的遗风 大多知道要信奉佛法 归依佛门 但是真能做到心无杂念 一心念佛的人 年纪轻的却不多 几乎只有老年人 每个月有一天 大家都会相约在寺中念佛 当地人称之为老儿会 这个法会最显著的特点是 没有一个年轻人参加 也不敢请太多的人参与 唯恐涉及邪教和反动的嫌疑 吴居士听说了这件事 颇为感慨 说 念佛这件事 不应该受到年龄的限制 佛教是正教 历来都是我朝所尊崇提倡的呀 于是他就一一为大家讲解 介绍念佛法门 当时有一位官员 正在杭州主管阎务 吴居士和他相识已久 交情很深 这位官员捐赠了二百两白银 作为倡导念佛的基金 在紫阳山的宝城寺 创立了一个念佛法会 每到法会期间 吴居士就会为大家答疑解惑 讲述念佛的好处 广说善恶因果 对于那些尚未发心念佛的人 他就好言相劝 寻寻善诱 令他们破迷开悟 发心念佛 而对那些已经发心念佛的人 就勉励他们 就勉励他们要精进修行 不要懈怠 随后 吴居士又在城中的仙林寺等地 举办念佛法会 来劝导度化众生 久而久之 重信佛教 依教奉行的人越来越多 每次念佛法会 都有一千多人前来参加 念佛的信众都心怀恭敬 谨言慎行 绝不发出喧嚣嘈杂的声音 与此同时 吴居士还广愁善款 在宝城寺中的西方殿里 修建了一尊六丈多高的佛像 一天清晨 参加法会的所有人 都看见四中大势至菩萨的鼻中 发出数数白光 那光芒在空中曲折环绕 笼罩了整个大殿 甚至连附近的几处 亭台楼阁水泻园林 都被这温暖而明亮的圣光 所覆盖 很久以后才消散殆尽 此后杭州城里 念佛的风气更胜从前 城市之中 乡也之盼 甚至城乡之间 人人都开始互相感化 彼此交流 一起讨论修行佛法 而对于男女老少手拿念珠 口中难难念佛的现象 大家也习以为常 不再感到详异了 无居士的名声 连父女小孩都知道 每到举办念佛法会时 大家全都早早来到现场 在一旁家道助力 敬墨良久 等待无居士的到来 西湖有一座灵峰寺 是浮虎禅师在世时 遗留下来的明刹古寺 当时寺里的香火 一度十分兴旺 盛极一时 后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衰落荒废了 至今 变成了一片 人既罕至 人烟稀少的荒野之地 无居士在清宣宗道光元年 即1821年 发愿重新新建丁丰寺 历经了许多年 终于把寺院彻底修缮完毕 清宣宗道光九年 即1829年 五月初一这一天 无居士对大家说 自己刚才看见 许多菩萨出现在眼前 成群结队 依次而过 接着 无居士就盘起双腿 端身正坐 平静安详地往生了 那一年 无居士66岁 今天的往生故事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